最近包仔看的国产影视剧份额大概已经超过了一年的数量了吧 相维大结局紧接着又是背影新生吴磊弟弟的豆破苍穹 抱歉 虽然我是个眼狗 但这部剧我真的没法忍过三集 杜破苍穹导演于荣光主演 土磊林郡李欺验陈楚和心直磊刘美同肖战五家 承等改编自天残楚斗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少年肖炎 在创造了家族修炼记录后 却接受了种种打击 在经过要老的悉心教导后 联手小薰而共同战胜强敌的故事玄幻大爱 屁主演不差 导演靠谱 连配角都是陈楚和心直磊 于荣光 李若同 加上曝光的实景剧照 一切都看上去很美 很有野心的样子 然而也是没料到 这是一部全员照片的电视剧 美妆博主林云看到有文章说 林云是盲人演技 虽然妆面暗沉了点 客观讲演得还OK啊 不呆傻还挺好人喜欢 崩塌的神仙姐姐李若同 需要护发素应援的陈楚 我真的以为是白展堂 我心目中的上仙 应该是这样子才对啊 麻烦这部剧的摄影打光后期 的朋友们都出来贵衣贵了 弟弟脸上的豆能不能遮各侠 美儿人以为 这会是一部像海上慕云记一样 比较大气质感的剧 结果却看到又一位导演栽到了玄幻剧的坑里 豆铺苍穹的小说是一部热血少年修仙斗器的男品爽文 但爽文不代表一定就能拍成爽剧 有些东西其实更适合在读者的脑海中想象 应是真人话处理的不好 反而会让人觉得尴尬 就像海上慕云记里的九州大陆一样 这部剧里也有架空的斗器大陆 每个人都修炼斗器 还要经过斗器比试 才能进入学院学习 最终强者成为斗帝 客观讲演的还OK啊 不待傻还挺好人喜欢 崩塌的神仙姐姐李若同 需要护发素英元的陈楚头 真的以为是白展堂 我心目中的上仙应该是这样子才对啊 麻烦这部剧的摄影打光后期的朋友们都出来贵衣贵了 弟弟脸上的豆能不能遮各侠 美儿人以为 这会是一部像海上慕云记一样 比较大气质感的剧 结果却看到又一位导演栽倒了玄幻剧的坑里 豆铺苍穹的小说是一部热血少年修仙斗器的男品爽文 但爽文不代表一定就能拍成爽剧 有些东西其实更适合在读者的脑海中想象 也是真人话处理的不好 反而会让人觉得尴尬 就像海上慕云记里的九州大陆一样 这部剧里也有架空的斗器大陆 每个人都修炼斗器 还要经过斗器比试 才能进入学院学习 最终强者成为斗弟 如果你没看过原著 看到剧里的角色 张口闭口斗器几段 修炼等级又有什么炼药师装备 看小说的时候还好 这种台词这么直白的说出来 真的有点羞耻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玩网游 作为一部玄幻剧 打斗戏拍的软绵绵 只感泄泄远景 近景也只是白白招式 特小则是大部分国产玄幻剧 一如既往的塑料感 没有热血畅快的感觉 不知道原著粉心情怎么样了 同样是平凡人拒绝点修炼的故事 我宁愿再看十遍哈利波特吧 来 要不是为了看吴磊和肖战两位弟弟 包仔真的刻不动这种 所谓的热血少年玄幻剧了 原本对肖战的表现 还有点持怀疑态度 结果意外发现演的还挺自然 古装造型也蛮兵气 包仔坐等肖战 他跑了兮兮 肖战最近接了好几部古装IP剧 资源相当不错 磨练一下演技 搞不好能成为新一代古装小生 而再次担当大男主的三十弟弟 说实话是有点危险了 目前这部剧播出六集了 豆瓣还没显示评分 但随便一刷评论 大部分都在吐槽 包仔看沙海的时候 就见证了吴磊弟弟开始走偏的咆哮 是的演技法 这次又演了一位天资卓越的斗者 这个角色一开始是个废柴少年 饱受屈辱 但在表达震惊 愤怒 不屈服各种不同的情绪时候 三十弟弟依然是瞪眼 大喊 皱眉 每次看到弟弟生气的样子 我都没忍住笑出声 对不起 其实可以看得出弟弟真的很努力在演 但总感觉只有形还没有魂 只是为了演而演 无法让观众对这个角色产生共情 以现在这个演技来评价的话 三十弟弟演的这个大男主 算是中规中矩 存在感有点弱 之前新闻采访的时候看到 吴磊挑剧本基本是妈妈来掌控 接的要么就是看上去大制作十字烂的死的伟大片 要么就是很乖巧正面 却毫无记忆点的电视剧 虽然曝光率和人气一就很高 但除了小飞流之外 就再也没有一个让人深刻的角色 很好